Hi 大家好 歡迎來到Hi-Fi 發燒台 我是 Lee三伯伯 今次和大家分享兩部我覺得很超值的器材 來自意大利Audio Fight 分別有一部CD機 FLCD3S 和合併機 FLCD3S 這兩部機內的用料相當足 還有意大利製造 每一部都是3萬元以下 以這個價錢來說我覺得真的很划算 不過始終音氧器材都要聽聲收貨 如果聲音不行 不如買意大利水晶回家擺用 所以稍後我會和大家分享這兩部機器的聲音 如果大家想知道 那就不要走開繼續看下去 還有大家看這部影片 還未訂閱Hi-Fi 發燒台 就快點訂閱 因為你訂閱後 你就會接收很多影音的資訊 CD黑膠的介紹 和發燒的家房 謝謝這麼多 去片 未和大家詳細介紹兩部器材之前 我想先和大家說說故事 我也知道 很多看開Hi-Fi 發燒台朋友 都說我介紹這些器材 價錢都比較貴 其實我不是只介紹貴的器材 我最主要是介紹好的器材 不過一般來說 好的器材價錢都比較貴 為什麼今次會介紹這兩部 價錢比較容易負擔的器材 最主要原因就是我老友輝煌東哥 他知我喜歡AudioFight的白仔 單聲度後級 他今次發現這兩部 雖然是廠方入門級 但他發覺聲音都不錯 他會介紹我聽 我聽過之後 我發覺如果耳駕論聲 真的很超值 所以今次就和大家介紹一個 不貴但好的器材 這部FLCD-VS的CD機 用了一塊10mm厚的鋁合金 來做前面板 加工了一條圓弧形曲線 令前面板更加立體 還有一個好像一對翼 非常形態的OLCD的Display 讓大家一看下去 就知道是AudioFight的產品 果然是來自意大利的設計 當然全部都在意大利 這麼高成本的地方製作 而買這個價錢 是有這些地方要省回成本 就是機殼不是用到厚身鋁合金 只是用一個焗漆的灰色鐵殼 不過看下去 都有些銀色一點點的反光 真的挺漂亮 而且裡面都加了一個damping物料 令到這個外殼的抗震能力都提升 雖然外殼減低了成本 不過打開機殼看到裡面 真的沒有東西可以投訴 看到有一個CD driver 整個有金屬的屏蔽 另外還有一個金屬架乘起 可以減低外來的震動影響 還有兩個環牛 一個是58個VA 供電給這個模擬放大的電腦 另外一個是36個VA 供電給的數碼部分 來減少數碼和模擬之間互相干擾 而解碼晶片 就用了32bit ESS ES9026p 再看這個模擬放大線路更誇張 用到四份模擬放大模組 是真正的全平衡設計 這幾份放大模組 更加用到分納式的零件組成 不是一般的IC 用到A類放大 是電流回輸的技術 而這個電流回輸的技術 是取代一般的電壓回輸 來減少失真 可以反應更加快和更加穩定 是廠方的獨特技術 機背有一組的平衡 以及一組的RCA模擬輸出 另外還有一組的同軸數碼輸出 如果大家玩CAS 可以另外買一張CAS卡 插進這個插卡槽裡 那時候就會多了兩組的光纖輸入 一組的AES DBU 一組的同軸和一組的USB數碼輸入 而這個USB可以支援到32bit 384kHz的PCM 以及這個DSD512 以及這張卡可以時候先買 因為這個安裝都很容易 主要這部CD機的功能 它有上位掣 開式前面板OLCD的Display 另外有音量控制功能 可以直接推動後級或有緣喇叭 還有七組PCM數碼輸波 透過不同的衰減頻率和衰減斜率 可以調出不同的聲音特性 可以遷就自己的口味 調回你喜歡的聲音 還有變回原廠的設定 還可以顯示現在用的軟件版本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前面板和CD機都一樣 都是10mm厚的鋁合金 還有一條圓弧形曲線 另外OLEDDisplay 也有一個非常形態 下面有一排功能制 還有耳機的輸出 還有音量制都比較大 是用了日本Apps的無段式音量制 扭下去都很順滑 手感都不錯 而這個音量制是經光偶合的方式 連接到模擬的線路 可以減低的失真 至於這個機殼都跟CD機一樣 只是中間多了一排散熱洞 這部機的機腳都跟CD機一樣 在機腳下面有軟膠來做吸震 至於機背 有四組RCA的輸入 一組的平衡輸入 以及其中一組可以設定直通功能 來接駁環繞聲系統 另外還有一組的RCA監聽輸入 和一組的RCA錄音輸出 另外這一組是前級輸出 可以來接駁後級 還有一組的喇叭輸出 可以接駁招招招招 電源總開關 旁邊就是IEC的輸入插 另外有兩個插卡槽 其中一個就是用來插MMMC的搶頭放大卡 當你插了這個放大卡之後 這個輸入1就可以變成搶頭輸入 另外這邊就是USB的數碼輸入卡 可以支援24bit 192kHz PCM的訊息 這部FLVS合併機 裡面的用料跟CD機一樣那麼足 雖然是廠方入門級合併機 不過都用了兩隻環牛 比較小的就是供電比的邏輯電路 而大那隻576個VA的環牛 供電比的放大線路 至於電容方面 就有60,000mL 專供比輸出部分 而其他部分 另外就有13,200mL 以及它的線路 同樣都是用了電流回輸的技術 放大線路是雙單聲道的設計 看到兩對功率管 提供每聲道100瓦8Ω 以及160瓦4Ω的輸出 今次試聽這套Audio Fight的入門級組合 我選了一對叫做門當戶隊的喇叭 是TAD-TSM-300監聽級的輸架喇叭 這對喇叭的高音 用了一吋的太震膜的Horn loading高音 另外有兩隻六吋中低音的單元 靈敏度有88dB 平均左抗有6音 這對喇叭是一種監聽的特性 所以配合器材 如果有什麼特性都很容易反映出來 如果器材本身不夠斑 隨時聽到聲音會呱呱叫 有高沒有低的情況 這次配合這組合 絕對沒有這個問題 這次我試聽這套組合都一段時間了 它的聲音質素真的可以說 踏入高級音響的門檻 以我聽到高級音響的經驗 今次試聽這套 折實不用五萬元的組合 我不會有一種好像掉了 不想聽下去的感覺 當然在貴氣度、密度感 始終都有些距離 但在音樂細節、音色、推動力、控制力 音場感和定位感 我都覺得很滿意 這部FL-3S 隔音機 聲音是偏向高清、高速、有控制力 頻率響應平衡度高 另外高低伸延也不錯 還有順便反應速度也夠快 分析力也很好 大家可能聽到我上面這樣說 以為這部機是偏向音效感 確實這部機的音效感是不錯的 但它的音樂性都很好 我覺得始終它是來自意大利 有歐洲文化的聲底 還有廠方的聲音確實有一首 我聽到聽了幾張人聲的碟 我發覺那些人聲聲的感情 都很容易聽得到 而且都很夠細緻 另外口型都很適中 而且不會過分傾錢 變成口型和樂器的比例都可以說剛剛好 這部CD機有七種不同的PCM數碼濾波 大家可以在這個搖晃器選擇不同的濾波 我說對還是錯 最重要就你自己的口味去選擇 而且這些濾波我都試過了 我發覺聲音確實有不同 不過未至於去到翻天覆地的不同 但亦都可以提升這部機的換味 大家都可以慢慢選擇 而我選了第六條 我喜歡它比較上有音樂感 和人聲口型都比較適中 這部CD機都同樣可以顧及到音效感 和音效感 它的分析力都很好 速度感都不差 而且聲音是偏向爽朗很自然的 令人聽得很輕鬆很舒服 不會聽到想睡覺慢條絲理的感覺 我拿了這張口琴加著著視三重咒的CD來試聽 我發覺口琴的高度感和結像都交代得很清楚 另外最厲害的是鋼琴比口琴低 而Double Bass比鋼琴更低 這些都交代得很好 證明這部機的高中低三頻都相當平衡 好 最後都來個總結 我今次試聽完這兩部機 我覺得聽完聲還覺得值得玩 不過以這個價錢亦很難完美 好像這部CD機可能大家會說 只是播到普通CD又沒有MQA 我覺得這部機怎麼都會好聲 過一些甚麼都播得到的宇宙盤 即是看大家要功能還是要聲 至於這部合併機 看它的輸出只有100瓦 都不算很大力 但因為它裡面的電源部分都很足料 變成它的控制力和推動力都不錯 我之前都推過我對Martin的五重咒 有這麼多單元 讓它推下去都完全不會覺得失禮 不過這部機我都覺得有些地方可以改善 好像顯示屏 如果可以顯示音量大小 我就覺得更好 好 今次的分享就到此為止 大家記得分享 訂閱 按讚 HiFi 發燒台 下次見